各位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在開始節目之前先講講 我們這個節目是逢星期五錄影的 亦都每一個星期會有一集 因為我見到有些朋友在YouTube問我們 時間多長錄一次 至於今個星期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聞 香港就是施政報告 之前延期終於公佈了 施政報告整體來說 你有甚麼建議或看法 因為延期了 很多人有些期望 又說去北京 找北京可以 看看甚麼地方可以支援香港 但有些人覺得出了來 不外如是 其實政府能夠做的事 相對有限 政府做的事都是 一些宏觀的 大的鋪排 就好像 一例做完 你又會找到份工作 你又升職加薪金 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基本上上去 例如 安排有些錢可以來香港投資 如果長遠就是 對香港有利的 香港我相信 以後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幫中國富起泥的人 做支撐管理 如果做支撐管理 你先要安排 錢可以 落到來才行 安排之後 我相信 這對香港經濟 是有好處的 至於 叫人回內地做事 找過2000份工作 都不是真的找東工 我做地產 我知道 如果地產 我們賣海外樓 有Galanty Rental Income 正間又來抓你 為何要抓你 是假的 要Galanty才有 即是業主在樓價撕掉 給你當租金 不是實際租金 現在實際上 特首說 你們想有二萬多人工 一個月 大陸不會有二萬多人工 是政府出錢 讓香港在大陸的企業 幫助你支援工資 那份工是否真工 是否長遠有得做 都是 有變數 有變數 所以我自己認為 這類型的東西 雖然即時可能有 2000人得益 但是 沒有意思 因為那份工未必可以持續 所以我自己覺得 做一些 長遠的鋪排是應該的 短期 都不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立即說有份工 有人工加 就沒有機會 另外 對房地產 工商業的物業 減少了 之前要加多4.25%的印花稅 現在就 取消了 變成 雙倍印花稅 回復正常 對 有些人說 有樓的人 益不到我們 但這件事有甚麼好處 現在 經濟不好 很多企業可能需要周轉 套演 你讓他容易賣了物業 他賣了物業 有機會去救他 當生意 可以繼續請人 這個都是有好處的 當然 施政報告 範圍很廣 我們今天未必能說得到那麼多 其中一個 其實 之前曾經有傳聞 物業的印花稅都會減 雖然落空 住宅 都會減 雖然落空 但其實地產股 之前有表現 浩德 我知道你近來有買地產股 司機金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們司機金 自己有一個 很簡單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 在離開一年 我覺得香港的經濟 以及整體的環境 應該會見底回升 如果看回過去一兩年 其實香港都是受到一個很大的傷害 包括在社會上的事件 亦都是因為疫情關係 令到過去十幾年很依靠的 和中國的 零售等等 零售等等 這段時間 其實都頗辛苦 但我的期望在這段時間 整體 隨著社會比較穩定 疫情可能有機會 就已經是比較明顯地 真是有一個曙光 尤其是在2021年 那個上半年 我們相信疫苗 會令到很多東西 能夠真正安定 即真正安定下來 其實對本港的整體經濟 其實會好很多 所以 我們自己司機金 其中一個 比較大膽的部署 其實 近期我們就看回香港 一些地產股 傳統股 之前被忽略了很久 2020年 如果回股一下 其實主力就是 因為印銀子 疫情底下的錢 就湧去很多新經濟 當然 那些公司 其實很多都是高質素的 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整個 宏觀的圖像 我覺得 應該將注意力 都放回一些 經濟復甦 我覺得 我們就少有 現在比較大膽的 看回好少少香港經濟 當然 如果看好香港經濟 我覺得 從這個 股票上高的部署 我們就覺得 香港的 地產股 其實我們覺得 無論現在的股值 和前景 我覺得 直撥率都比較高 所以司機金就爭取了地產股 近期我們就 主力就是 香港經濟 因為 香港地產 其實就是 香港經濟的 比較重要 的支柱 我們就直接買了新鴻基 16號 其實 講起地產 講回施政報告 其實都有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辦法 就是 明日大雨 雖然可能 評論不是真的很多 施生你怎樣看 繼續下去的時候 會對香港地產 有什麼影響 之前可能有些朋友 也有見我去 支持黃新先生的場 他就搞 全民投資 搞明日大雨 我其實不是 整個他的項目 我完全認同 我認同的就是 香港需要多些土地 任何 令到香港可以增加土地的 我都支持 有什麼好處 其實 明日大雨是眾多 去找地的項目中 規模最大一塊 如果這塊有些明目 就不用等田園海 土地都會出來 因為 它有差不多2,000公頃 這麼大的供應量出來的時候 現在手上 有土地的地產商 新介佬 走路都會 省定一點 遲些政府大把地 你收賣不賣 價錢可能會回落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 地產商 有些農地 都會盡快去補地價 去發展 新介有些早塘地 太公正落 以前慢慢撕都不怕 現在不如 早些 找發展商也好 跟政府談也好 要是賣給政府 要是賣給發展商 趁土地有價的時候 早些拿出來 所以不用等明日大雨田園海出來 十年後 只要明日大雨 開綠燈 或者有機會 看到曝光會做 土地供應都會增加 如果施先生說的事變成真 會怎樣影響 剛才你說的地產股 遙遠影響 那些是即時 升跌的 會不會即時令到地產 大家都認為 破餘輪轉會更加多 當然 如果 過去幾年 香港 一個比較大問題 是土地不足 令到 樓價升 但我覺得 香港的樓價升 其實又不單單是土地不足的問題 因為 整體現在 無論利息 無論整體的實際 住屋需求 都是好的 如果 一個房屋政策 能夠令到 有一個築購 令到 滿足到本地 最基本的住屋要求 其實解決了一個比較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好的 會不會對於香港地產商 有一個太負美的影響 我覺得不是 因為 當然地產商樓價升 會受惠 如果你整體 整個社會的建築量 能夠正常化 對他們來說也好 再加上 現在大部分香港 的地產商 其實都不單單依靠 住宅 有很多 他們的收入都是來住收租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整體香港的經濟好 其實他們的收租物業等等 其實都能夠幫助他們 受惠於香港的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我自己 基本上認同浩德 在這個階段 來一次 轉彎 之前 他是 很重點 買新經濟 醫療 互聯網 基本上是重的 那些 升值得很多 私基金 2020年的表現 都是突出的 有差不多 38% 今年有38% 但是升了那麼久 疫苗 之後 某些有少許升值 某些有少許過分 現在 譬如 疫苗 出現 美國大選 拜登上場的機會增加 而拜登 會有一定的程度上 扭轉特朗普以前的倒行逆施 對世界經濟,對中國都是相對有利的 在這個大環境改變的時候 買回一些被人忽略了的 傳統經濟 包括銀行地產 這個都是 策略上 可以認同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自己做地產 你說地產現在是否好一點 就不是這一刻 不是好一點 例如剛剛出來的中原城市指數 這個禮拜跌得 都多一點 1.07%跌了 現在其實同年初價 很接近 跌了 1.2%左右 今年整體住宅樓價 我相信年尾的價錢 會低於年初的價錢 今年可能是一個下降年 這是眼前的價錢變化 因為現在 香港疫情最近 是嚴重了 看樓活動會少了 少了看樓活動 業主賣不出 就會 要便宜一點才賣到 所以價錢 在接下來這個月 12月再微微下跌 一下子的機會 是很大 長遠來說 其實 雙月樓宇政府 為何肯 簡納呢 其實它的處境 真是很不妙 你不要說社會運動 影響內地來客 只是全球 受互聯網的影響 你以後可能 真是 網購建了很多人 購物的一個很重要的 方式 我看到很多 香港的年輕人 本來是黃絲 抵制大陸 商品 我看到商品 訂購很多 社會習慣 變成 商場 本身 使用價值 會下降 現在 購買很多地產股 很大的收益 就是商場的收益 有些 超級市場 都會有人行 但是 有些可能 網上購買又便宜 又可以選擇 又有人送到你家 所以 有一部分 零售生意 正在網上 現在越來越多 這個對鋪位商場不利 另外 做社字樓 我有個朋友 做IT 他們公司發現 工作從家後 人們的 productivity 上升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在家 對著電腦做 做完 就傳到公司 電郵到公司 搞定都不用上班 以前上班 來回都過幾兩小時 現在兩小時 在家裏 做完 吃飯時間 又節省 變成 讓伙計回家做 比叫他們日日上班 如果不用上班 辦公室又拿來做甚麼呢 即使經濟好 都不用那麼多位 所以 商業樓宇 受很大壓力 現在香港 大部份地產商 都有收租的成分 有些是收租股 有些是發展 怕發展有風險 有一半收入來源於 商場 高級寫字樓 這些都是 接下來 壓力很大 短期 轉勢不出奇 我不是說 去買不硬 可能都會升一輪 但這些股票 前景當然沒有 新興行業 創新科技 那麼好前途 但是 好前途 升了那麼久 都會過度 疫症之後 經濟結構 跟之前有相當大的 距離 雖然是這樣 但是近來真的傳統股 是升得比較多 我知道浩德 其實你除了地產股之外 金融股你都有買 有買一些銀行股 近來升得不錯 你會否繼續增持 或者是你怎樣看 這個浪是短期 還是長期 我們早一兩集都有提過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 在第四季開始 私基金的部署當中 一個比較重要的下注 就是我們 研發好我們的 銀行 尤其是 之前的小故事 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就是 拍完這個股壇事件 我們的製作團隊 一位朋友 就問一問我 當日他就問我 他拿著一些銀行股 覺得 看法應該怎樣 因為正如很多香港的 朋友 都是 每個都有些匯豐 尤其是年紀大 初初拿著 可以退休 誰知道 說了派息都會不派 又蝕了息又蝕了價 其實今年年初 其實上半年 我都是看的比較淡 我覺得 始終其實他們受的壓力比較大 無論是因為經濟差 因為低息的環境 亦都加上梅豐 可能因為 在香港 在政治環境下 其實他都是 有少許壓力 但我自己最新的想法 其實就 相信我的判斷 大膽一點 就是 最差的時間 其實應該就已經過去 或者應該接近 可以有個明顯的反彈 現在不是接近過去 最差的時候 低28元 估價就是28元 最差 現在都有 42元 30元 升了40元 都升了 二十幾 普得大約多少錢 普得大約多少錢買的 其實應該大約30元 這些位置開始買 其實觸發點 很簡單 就是因為 當日 大家同時問了我 令我重新 比較深入去思考這個問題 再加上 你見到其實當日 跌破30元 其實你見到 一般的 媒體 或者市場 的感覺 都覺得 應該都會跌穿 當年那個 世紀 招股價 當然我們 作為投資 應該就有少少 獨立判亂 我們覺得 其實是不是真的形勢 差得那麼重要 你上面看多少 你估計會升到什麼位 大概什麼日子升到 文德 我一般就很少給目標價 其實我都有在媒體講過 其實我覺得 最近一年應該是 我自己主觀希望是 上去60元 60元 我上去60元 50元 很開心 因為我30元說的時候 我跟人說50元 人們都覺得不太相信 現在都 去到40多元 我覺得 五成了 差不多 40多元升到60元 五成 五成是很難賺的錢 雖然 這一個多月 因為 很多傳統股都升了 所以 很多 股值比較低殘的股票 都彈了一輪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他的勢頭 其實是 剛剛開始 可能這一刻彈得比較急 但是 你說真是 叫我看回中線一點 看一年 我覺得 其實他們的空間還要很大 因為 很多事情 其實那個勢頭 剛剛可以出現 例如 他們的息差 無論經濟環境 企業的還款能力 甚至派息的問題 都未完全解決 你現在可以期望一下 因為今年 剛才說 一般散戶 很不開心 價格 由60元跌到30元 現在爬上來好少少 但另一方面 因為他的息 因為今年的情況關係 其實是 歐洲的監管當局 不讓美豐派息 當日他宣佈了派息 然後還要落空 令到很多投資者 很慘 我相信 其實美豐在最新的季度業績 都有說過 他們希望 在未來再宣佈業績的時間 應該是2月 其實他們希望派息 但是具體一點 我想觸發點 可能是12月 10月10日 應該就是 歐洲那邊的監管當局 有機會 在監管的銀行業派息上 政策上有機會有些驚喜 我覺得 這個都會是一個觸發點 這段時間 雖然它升級了 但是 你問10個有9個投資者 其實現在對美豐 都有點怕 我覺得 通常都是這樣 你要賺錢 就是需要有少少人氣 我取 我覺得現在勢頭剛剛開始 我們暫時都是看好的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11月份 都是我們私基金的10大持股 已經變成10大持股 因為之前10大持股大部份應該是科技或醫療類的股份 當然 希望勢頭 我覺得 如我所願 去回60元 希望對我們私基金有些儘在幫助 世界變回正常 施先生 提到 拜登選了可能會撥亂反正 似乎金市都在反映這件事 因為當拜登選舉 或者叫做總統的機會越來越大 金就不斷下跌 其實我們都推薦了金 或者長期看好金 兩位對金價近來的走勢 有什麼評論 或者看法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問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私基金本身都是 黃金大好優利 也不是短期 其實我們由去年 古壇思見 我們由去年開始拍 其實都一直看好黃金 但你都要明白 其實這段時間 金價其實升了很多 我實在看 大家看到 好像由2000元 手握著落1800元 覺得回調很大 但其實 去年年頭 其實金是1200元 其實今年 就算現在回調了 金本身都差不多升 今年升了兩成 但我自己的中線的看法 或者中長期的看法 都是覺得 因為整體 現在我們整體 經濟的發展 都是很依靠印銀子 去支撐 其實 實體經濟 已經比金融資本主要 騎劫得很重要 所以 我相信 今年疫情底下 由4萬億 放水到7萬億 其實這件事 在疫情之後 其實就不會轉變 所以 會繼續放水? 我覺得這個放水是 複水難收 簡單一點 是很難再收回 其實 實際上這個實驗 已經做了一次 2018年 美國嘗試 在QE3之後 希望收回 但你發覺 即使2018年 美國的經濟這麼好的時間 嘗試收 其實對 實體 無論是金融市場 或者是實體經濟的影響都很大 所以 已經試過一次 是不會失敗 假設這個想法成立 我覺得金本身 其實是一個比較穩陣的選擇 當然你說短期來說 這段時間 為何會金融有調整 我覺得有兩個 比較明顯 可以解釋到的因素 第一 因為大家覺得 疫情可能有過去了 因為 暫時現在最新的消息 已經有三款疫苗出來了 大家覺得可能經濟會好 所謂避險的需求 就減低了 不如不用那麼保守 購買一些股票 我覺得短線的資金流 會有影響 第二 大家覺得 通脹可能會好 因為疫情沒有那麼差 經濟好一點 不會通縮 反正可能有機會 就是通脹的時間 所以你見到 長期息口 其實有少許向上走 息口向上走 其實傳統地覺得對黃金 是不太好 但這個問題 我想我早兩集都有提過 其實如果 息口向上的主因 是由於通脹 即是說 黃金本身作為食物資產 其實它都有一個 對抗通脹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 不會因為 太淡 不過 我覺得短線 這段時間 因為今年 升得很急 我自己最大觀察 由1600-1700元 到2000元 那段時間 其實就有很多熱錢 即是流入了黃金 我們去觀察一下 美國上市一些黃金的ETF 裡面其實你見到 都是多了很多資金入了 這段時間 由於動力減弱了 其實都流出來了 但這個 我覺得短線 黃金是受壓的 但是 你問我 剛才私生拍之前 都問我 會不會有些 失望 我都覺得 今屆會有些失望 不過 你問我 我自己的部署 反而我覺得 如果真的 1800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口 我們覺得 跌穿了 其實我反而自己的部署傾向 就有機會 趁堤吸納 所以買了黃金的投資者 不需要太擔心 中場線 我們仍然看得好 今集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對C基金有興趣 或者向我們查詢 歡迎到網站 或者大家以下的電話 我們下集再見 還有更多的 那一段時間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